第二个问题 关于背叶 是不是只有度人背的叶 才不会长时间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给尚未学佛的家人念经放生 给家人背的叶 是不是自己家的供业 这个供业里面有多少比例 完全是自己的业障 是不是只有不断加强自信的能量和功德 才能保护好自己 又尽可能帮助到家人呢 请师父开示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告诉你 他这个问题完全经过一种生思熟虑 也是学过佛法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记住了 你是去帮助那些众生 这些是无缘 这些是就是你都叫无缘大词 因为你去帮助别人 去帮别人担业的时候 你已经是行菩萨道 所以你会有护法神的保护 而且这些业 就算你当时帮人家背了 会受伤 会难过 但是很快就会消掉 而且你自己还会有功德 明白 第二点 为什么家里人你帮他背的业 就是背在身上去不掉 而且越背越重 记住 凡是投胎在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当中的 认识的朋友亲戚当中的 就是你上辈子没有还完的债 而这些上辈子没还完的债 你去度他 你去帮他去替他还债 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你上辈子跟他的因缘果报 所以他会死缠着你 不让你好好的学佛修行 有的还会帮着自己的父母亲担更大的业 我就告诉你一个最近的事情 我出来之前一个礼拜 一个听众打进电话 他的妈妈帮他的女儿拼命的念经 女儿生癌症 结果女儿癌症念好了 妈妈一查出来晚期肝癌 感恩师父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因为这牵扯到你的前世的因啊 因为我们现在去帮助别人 那别人跟我们是 我们是无缘大词啊 而这种就是帮人家 举个简单例子 你去帮助一个人 我是付出的 对不对啊 我去帮助你 人家不会来盯着你的 对不对啊 但是是你的家人 他就抓住你了 你为什么不帮我 所以兄弟姐妹当中 只要一个兄弟有点钱 全家的人全躺在他身上 你这个人怎么弄啊 你拖得了吗 但是你是邻居 你帮了他一次 他下次还会拉住你 继续叫你帮忙 就是你帮他的时候 你费了点力 这就是费了点业 但是人家邻居会感恩你啊 我就谢谢你啊 你上次帮着我忙啊 如果是你的女儿 爸爸不谢谢你啊 你小时候对我好 你怎么不会啊 谁知道你是我爸爸的 你应该的 所以今天是父亲节 我替所有的 我们的男同胞也出出气 父亲也不容易的 感恩师父 就是你救命啊 我们的女儿 我们的女儿 истории 快友们 不开心 我们的女儿 好了 就是你 能